你喜欢她居然没听过她的歌 听过 但是我 随便一两句都不会唱 那企业家们就要质疑你的学习能力 没关系 没关系 先聊聊你吧 为什么高中毕业这么年轻 因为当时呢 是本身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 因为家庭原因嘛 然后家里面有三个小孩要读书 你老几个 老大 然后我想的就是放弃 然后出来工作 我之前是卖手机的 然后从导购 是从东莞 东莞 哦 东莞 不是东莞 是东莞 不好意思啊 你看你不读书的原因就是这样 连续三年排到第一是吧 第二年是第一 那卖手机卖着卖着怎么不卖了呀 因为那时候自己创业了吧 然后开了一个手机店 干嘛不干了 感情 就是我初恋嘛 就是打击比较大吧 不过 这一个话我要谢谢他 为什么 因为越打击我 我越成长 各种打击吧 那时候就多了几个月 然后店也亏了 然后负债20万 但是 当你挣了一些钱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投资 你为什么不选择再读点书呢 我一直都在学习 包括我 学习经商这一块 今天你来面试的依然是销售 对 销售管理 你管过多少人 带过的话有50多个 你把我们都当成你的下属来开个会 我感觉一下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个星期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这个六人游开始 我觉得我这个月业绩完成的不错 所以说我要求下个月增加提成和加薪 而且我也想当主管 那你现在学习了管理这一块 学习的怎么样 你都才初中学历 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应该比你少 你觉得这个重要吗 重要啊 学历固然重要 但是呢 能力重不重要 我能力也不错呀 那你暂时一下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好呀 那现在是 要不你下来我主持这个会啊 我觉得我做的会比你更好 要不你把这个位置让给我好 没事你来 好 来大家开会啊 那个大家汇报一下业绩 然后业绩最好的 我希望能到台上来 你是谁啊 在这发号实力 对呀 他不已经让位了吗 你让位了我们就在听你吗 你说哪根冲啊 我领导的影好不好 女孩还不错 你说哪根冲 行了行了 给领导面子啊 领导 我只是告诉你 其实我们的能力都挺强的 没关系 值得表扬 所以你不是强硬一些风格的 我跟你讲 做管理太强势的话不行的 你要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的冲突点是什么 要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子 如果在会上的话 我会先入预略过 然后呢 会下我们再谈 会下你谈吧 现在会下了 这样子的 刚刚你说到这个 升职加薪这一块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业绩做得好 当然要想多赚钱了 那么OK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聘用你现在的自己吗 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人 就要放权给他呀 比如说上下班不打卡 但是如果放权归放权 但是你上班不规律 不打卡 你觉得不以身作职的情况下 你能做好管理吗 在哪业绩说话呀 我是最能干的呀 业绩虽然是王 但是态度很重要 差不多还蛮好 还不错 很好的 像那句话 像八八年 他那句话挺好的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聘用你自己吗 我觉得还行呀 像代国人的人 对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 最低的话是六千 有地域限制吗 没有 哪都行 对 好 来第一轮选择去 好 还有十三盏灯 天生我有彩 什么彩 没有 我今天没有带 演讲呢 演讲的话 还好吧 还好 来 来点演讲 我今天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是一个 一米五八的一个小女孩 出来试会 我就被任何人打击 我个子小 我做销售 柜台这么高 我不怕 我第二天 去买了高跟鞋 我站在那里 我不会销售 同事各种排挤 各种瞧不起 我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我拿起本子 跟笔 同事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下来 背下来 我不会 我就背 我错了 我就改 直到我三个月后 我在那个系统 做了第一名 拿了第一份奖金 我好开心 我相信 最大的敌人 不是所有人 你要跟自己比 你把自己比下去了 你就赢了 所以 在这个时候 我的爸妈 他也是一直鼓励着我 创业 我身上只有八万块钱 我到处借钱 开了第一家 赚了钱 开第二家 第三家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自我反省 因为感情的原因 堕落了几个月 店被我转掉了 亏钱 负债二十万 这个时候 我每一天 我在堕落 我今年我才二十岁啊 我负债这么多 我该怎么还 我反而醒悟 我一定要做一个 有价值的人 我选择了蜕变 我觉得女孩子 就应该漂亮 自信 有尊严 谢谢 好 说的是真好 这一段 但我觉得她说来就来 那种范儿 应该是闯过的 口才也合 有股狠劲儿的 如果贴个标签啊 属于贴地飞行 小女王 突如其来的演讲 其实我是没有任何做准备的 不过把自己的一个经历 能够分享给到大家 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社会 虽然是残酷的 但是没有残酷到这种境界 我们还是要给自己 有一个缓和的一个心情 用一个美丽的想法 去看看这个世界 来我们来看看 她的情商到底怎么样 职场心商客 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你会选择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还是会选择 一个名企的工作岗位 名企 为什么 我不是回头吵的人 你会觉得曾经 其实你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会觉得伤感 会 伤感在哪呢 我选择不读的那一天晚上 我也哭了 因为我觉得 自己本身就不太愿意踏入社会 你是逼得踏入社会 其实还是想在学校 读一阵子书的 会觉得委屈吗 不 不 那你为什么刚才说话 老那么狠干人 你是对自己狠吧 对 是吧 不是 你心里是不是有一种 特强烈的怨气 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 没有 我要证明自己看 其实我们觉得 这个孩子呢 其实是有实战经验的 也确实是吃过苦的 他唯独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融入企业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缺失一些企业的融入性 你在 有写吗 你希望的工作是充实 有逻辑思维 对 你可不可以在逻辑思维这个方面 做一下展示呢 这样你把逻辑思维 在卖产品的这个心理逻辑 你来分解一下 对 消费者和你之间的消费者逻辑 是什么 消费者逻辑的话 主要我觉得 首先的话 就是抓住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呢 抓住他需求 帮他排除他顾虑的东西 我跟你讲啊 你那个学生同学 你刚我刚才是给你贴了个小标签 贴地飞行小女王 是夸你 但同时也说出你的局限 你很难深度的去理解一些事情 就是你会容易导致 你现在只来自于你的实践 你现在是能不能是说 让大家觉得说 除了天地飞行 你开始又能够有再上一层的能力 就是看你到底能不能值六千更往上走 现在六千 你们大家都觉得值了 看看你还能不能值一万 如果说分为线下 线上的一个板块去执行的话 我觉得我线上 线下都应该落地时潮 然后管理方式的话 一定要有逻辑性 学习 学习 这样啊 我问一个问题 从销售角度啊 虚拟产品和你做手机实体产品的差异性在哪 销售其实分很多种 不要太局限一种 太光芳了 我觉得我销售的话应该灵活应变 我觉得你没有买我的问题 达非所问 所以说自己的一个理解能力 还有待提升 我觉得你的优势现在成了你的限制 你在某一些方面取得了成绩 所以你在这个方面呢 往往限制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刚才有几个问题 你都答的不在根上 根本没有答 这其实还是知识的问题 没有往再高的一个管理去学习 后期的话 我一定会以身作指 做好这件事情 因为我想变优秀 我们来看一下小兵的社交数据解读 来第二轮选择 续火力